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我是薛灵六 先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如何将手绘的图档变成电子的向量档呢 如果你的图片可以扫描的话 你就进行扫描 那如果不能扫描的话呢 可以用手机来进行翻拍 尽量是以图片为主 旁边背景的部分不要拍摄到 那这个角度我觉得可以了 我就进行拍摄 拍摄完毕以后将你的图片传到电脑里面去 这时候开启你的AI软体 选择档案 置入 点选你的图片名称 或者是可以将你的图案直接拖曳进来 这部分可以看到它是个图片档 今天我要分享两个方式 一个是你的图片变成笔画的向量档 另外一种是变成色块的向量档 那我先复制一下 那先以左边为主 使用黑色箭头点选图片 点选上方影像描图 旁边的下拉选单点下去 通常我比较习惯使用的是黑白标志 还有线条图 那左边这部分我使用的是黑白标志 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两者的差异 接下来我点选右边的图案 也是一样影像描图 这时候我点选的是线条图 出现四双一样按确定 好这部分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差异 但是你可能看不出来左右两张图差在哪里 那我们先将图片展开 你这样点正图它才会变成有路径 右边这张一样展开 我点选左边这张图的时候 工具列这里它出现的是甜色部分 点选右边这张图 工具列这里它出现的是笔画这部分 如果你今天希望你扫描进来图片 它是可以更改笔画的宽度的话 那你就要使用右边这个方式 宽度这里 我选择9 一样你可以针对线条部分 另外做笔刷的调整 黑白标志和线条图 最大的差别就是当你使用白色箭头的时候 在封闭式的路径里面 它是可以进行另外的甜色 可是右边这里是不可以的哦 那关于影像扫描的下拉选单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你们都可以试试看 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去做选择哦 那今天我分享的是 我个人在私下蛮习惯常用的两种方式 在这里分享给你们 那今天的点正图 变成像样档的方式 就分享到这里了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个课程见哦 拜拜